是谁的饭菜都要凉了 还没有选好下饭综艺呢 那我今天跟你们分享 四部我今年特别喜欢的综艺节目 巨黄的朋友一定要码住今天这期哦 第一部当然就是我今年最喜欢综艺种地吧 整整五十集 我一集不拉全部看完了 从他们的个人视角 再到直播 再到现在的团综 也好种地少年 这十个男生每一个我都很喜欢 各有各的特点 我是眼见他们从完全不懂农业的小白 到现在能够熟练掌握各种农业知识 自己种玫瑰花养鸡养鸭养鱼养虾养羊 整个过程非常的艰辛 你是可以在他们身上看到那骨子 又真诚又吃苦赖劳的劲 这点特别吸引我 这里面我特别喜欢赵一波 因为它就属于那种 长得又好看情商又高 然后又是一个全能的女工男 简直就是自信念天花板 重点是这部综艺呢 不单单只是综艺效果那么简单 虽然他们十个人在一起就很好笑了 很有综艺梗 但是我觉得它利益才是它的一个核心 因为这部节目呢 它不仅可以让你了解到很多专业的农业知识 然后你还可以跟着节目一起看 农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 然后整个就可以学习到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希望这档节目越做越好 我们合伙人永远支持十个晴天 希望你们做大做强 第二部呢 就再见爱人第三季 前两季我们都有在追 但是这个节目 我比较推荐跟伴侣一起来看 因为我每次跟大国看完之后 我们俩就要讨论很久很久 因为我们俩一直都觉得 幸福的婚姻其实都有一定共性 但失败的婚姻各有各的问题 所以通过节目呢 能够带来不同的视角 从别人身上吸取一些经验 反思自己的问题 早发现问题就可以早解决 也算是我们经营婚姻关系的一个小技巧吧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参考意义的 第三部呢 就纪念花与少年思路季 可以说是这个节目的天化版了 因为人选真的太成功了 每一个人都是互相尊重 互相帮助的 整个就是很放松 很真实的状态 我觉得他们关系好不好 观众一眼就能看出来 而且这一件女明星 她们穿搭真的很值得借鉴 比如说秦蓝啊 星志蕾啊 还有赵赵怡的穿搭 热巴呢 主要是她脸太好看了 穿个麻袋都好看 我就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了 像星志蕾她学服装设计嘛 私服就很好看 就是那种又随性又酷色的感觉 而秦蓝呢 又是走那种优雅挂的 我觉得也很值得借鉴 像赵赵怡呢 她就很有她那个年龄应该有的感觉 而且很擅长做多巴胺的配色 比如说就用一些配饰来做一些叠穿 就又活泼又时髦 重点是她的单品其实都很平价 几百块钱就可以拿下的程度 真的很受我们这种普通人来做参考 最后这一部呢 也是芒果台的 生生不息嘉年花 不得不说综艺还是得看芒果台吧 就她每次都能做出 一这么好的节目 而且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 我真的越来越喜欢听老歌了 就节目当中那些老歌 都是耳熟能详 完全能跟唱的程度 所以我就好喜欢 还有那个先导片 是何老师配的一马 再配上那个画面 真的有一种 在上中国境的音乐时刻的感觉 重点是 芒果台的百望文案 一定要去看 真的写得太好了 看完之后真的让人感觉到热血澎湃 还有这次的海报也非常赞 这次是乌合起零化的细节满满 整个格局打开了 超推荐 以上就是我的年度电子炸菜Top4 那大家有什么好看的综艺 都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马上就要翻架了 那我们又要开启追据模式啦 再见 再见